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复活 大家都渴望喜乐 平安 永生的幸福 没有人希望经历 痛苦 苦难 磨练 科技与医学都在努力 让我们长命来损 人类或者似乎死亡不存在 在某一些文化里面 我们不能说到死这个字 日常生活中 我们刻意躲避这件事 这样 我们就留在入梦思欢的美梦里 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很快拜托神 平安的时候 我们当自己是神 我们有时候 会问及复活的因素经历了孤单 痛苦 绝望 跟背叛 教宗分析 就说 谁逃避十字架 也逃避复活 很多基督徒会逃避孤单 困难 背叛的十字架 的确 这艰难 困苦的十字架 真不容易 但是 如果我们不死 就没办法过 连复活的耶稣 让你拥有弟子的寒击 身边的抛弃 家人的误解 神秘 治和特性的人的困难 找到能理解我们的人 尽人的背叛 耶稣也有经历 我们的希望与勇气 只是在复活里面 胜利已经是从十字架开始 有句家言说 逃避不一定夺得过 面对不一定最难过 我想请大家 盲守望前 用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生活的十字架 人类的困难 难民的困难 每天 尽力的战争 折祸 饥饿 这些无恶的困难 和过我们自己的困难 有难 同党 有福 同享 让我们求天主给我们理论 不管死或活 我们要把复活的喜乐 传递给身边的人 把复活的乐观的爱 点燃全世界 我想祝台湾的朋友们 复活节快乐 世界上的朋友们 复活节快乐 也许多等也许多了